面包片用擀面杖擀实,上面挤上酸奶,再盖上一张面包片,用杯子或者模具压出圆形,裹上一层鸡蛋液,再裹一层面包糠,全部这样做好,五成油温下锅,炸十秒钟捞出控油,脆皮酸奶面包,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。 准备这种盒装的酸奶,将酸奶倒入碗中,酸奶盒洗净备用,将自己爱吃的水果切成小块,放入酸奶盒中,再将酸奶倒回,西瓜插上水果,放入酸奶中,放入冰箱,冷冻三小时以上。 酸奶冰棍做好,喜欢的朋友给个爱心知识一下呗,感谢大家。 取出脱模即可,酸奶冰棍冰冰凉凉,夏日节暑必备,孩子们特别爱吃,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准备火龙果切成小块,用炸汁机炸成果汁过滤到碗中,打入一个鸡蛋,加入一大勺面粉,搅拌成浓稠的面糊,装入到表花袋,水开后慢慢地挤入锅中,煮熟后加入少许的盐和透油。 营养健康的宝宝面线就做好了,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。 方便面用擀面杖捣碎,火腿肠对半切开,放入锅中超烫一下,中间滑一刀,围成爱心的形状。 平底锅刷油,放入火腿肠,方便面碎,小火煎至定型,刷上蒜蓉辣酱,美食做好,喜欢的双击关注。 碗中放入一大勺面粉,一小勺白砂糖,打入一个鸡蛋,加入半包纯牛奶,搅拌成浓稠无颗粒的面糊,装入裱花袋中,挤入到勺被儿,油温五成热下锅。 中小火慢炸,炸至两面金黄酥脆,捞出控油。 非常酥脆好吃,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鸡腿切小块,冷水下锅,加入料酒,焯出血沫,清洗干净,控干水分。 起锅烧油,放入五粒冰糖,炒出糖色,下入鸡块,翻炒至上色,加入葱姜蒜。 干辣椒,生抽老抽蚝油,翻炒出香味。 倒入没过鸡块的清水,盖上盖子炖煮15分钟,加上香菇片,盐鸡精十三香,再炖煮15分钟。 撒上青红辣椒,快速的翻炒均匀。 家庭版黄焖鸡就制作完成了,非常好吃。 喜欢学会的朋友双击关注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给个爱心呗,感谢。 准备两根香蕉,扒去外皮,掰成小块,用擀棉杖捣成泥。 加入适量的面粉,白砂糖,纯牛奶,再打入一个鸡蛋,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平底锅不用刷油,倒入面糊。 一面定型后,翻煎另一面,两面金黄熟透即可。 香蕉松饼,松软好吃,营养健康。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。